而且人家說鳳凰 因為我才打了一個月 人家說鳳凰絕對不要舒眠 因為你在舒眠的時候 有時候你是整個睡著的狀況 它能量是不是太重 或不知道你打到哪邊 你根本從頭到尾都不知道 因為我以前打過麥春光 我就已經從頭叫到尾 然後說我不打 我就已經就根本沒辦法接受 何況是鳳凰雷射 一定要睡著 怎麼可能不睡 就是說像我們就是會 吃止痛藥然後再哭 那如果說你真的還怕痛 它會幫你打一個止痛針 可是那個痛你是忍得了 我覺得我能 因為我本身不是一個 能夠做侵入式的人 我曾經 我割刷眼皮 已經是我最大第一次動刀了 我再來就曾經 你剛剛講的鼻子歪對不對 我鼻子是歪的 你知道因為你 我省掉了很多麻煩嗎 為什麼 這一段一定要講 為什麼 因為你看我鼻子是歪的 同款的 真的嗎 是嗎 差不多角度 這樣子 反正就是歪 反正就是歪 你知道三十幾歲的時候 每一個周邊朋友 就跟我聊天示範的時候 他就會說 你鼻子是歪的 你一定要去弄症 不然你賺不到錢 他說你知道三十幾歲 就是在走鼻樑 我也聽過很多這種話 每一個都這樣跟我講 然後我就想說好吧 既然被他這樣講 我就去打點玻尿酸 因為我鼻子本來其實還不塌 所以你勢必一定要打夠多玻尿酸 才能夠斑症 打完之後我朋友就說 不自然 我覺得你原本比較好 都打了 然後你知道後來 而且碰到春要笑要很久耶 後來為什麼我從此之後 不再弄鼻子嗎 就是因為你後來在節目上 有講鼻子歪的 對 然後我跟你講 後來每個女生跟我說 你鼻子歪的 你知道那會影響你賺錢嗎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看小孩子賺那麼多錢 他有因為他鼻子歪賺不到錢嗎 怎麼樣 怎麼樣 我跟你講 我真的是因為你也鼻子歪 然後歪得跟怎麼樣 他還要打火機 所以後來因為你講了鼻子歪 我就常常用你這個理由 去跟所有人講 我說不要再講我鼻樑歪會賺不到錢 會窮這類的 根本就不會 是不是 你看賺很多錢 也還好我這樣 好啦 講到鳳凰 因為我一個月 我覺得有時候年齡不一樣 你在每個年齡層 你接受的醫美的程度不一樣 是 像我40歲的時候 我就會希望 臉就是要拉到 像剛剛那個一樣 就覺得說臉上沒有肉臉 可是我覺得你臉還是滿很崩耶 有嗎 滿崩的 很亮喔 所以我現在就覺得說 鳳凰的 它讓我其實真的滿有感的 因為它當下打完之後 我打900發 我真的法令文 其實有真的變得比較淺 你也知道年紀大 到了50歲之後 它是整個直接下坡 你說最可怕的是 50歲開始嗎 40歲就是一個門檻 49歲一個門檻 它會直接90度的往下 所以妳要有心理準備 90度 好害怕喔 我接下來的人生 然後到更年的時候 它又更快速 所以妳現在到底幾歲 我看不出來 我現在8月滿50啊 蛤 蛤 妳看起來像40出頭吧 真的嗎 謝謝妳 然後我剛剛也滿慶幸 我的腿其實還滿瘦的 不用去吃 妳腿是自然瘦是不是 超級瘦 對 是超細的 從小到大就這麼細 這太細了啦 即使妳從來沒有碰過 是不是妳的人生 我到要生的時候 胖20公斤 肚子這麼大 我的腿還是這麼細 那妳手臂也是細的嗎 手臂也是細的 所以我覺得 是不是妳無論怎麼吃都 四肢都是細的嗎 四肢都是細的 然後會不會碰肚子 會 對啊 我跟你講四肢細的人 妳有沒有發現 他會胖這一節 我是青蛙 所以我們就 是不是妳這麼細 對 太容易了吧 我們就不能穿太合腰的東西 我們就要穿比較鬆的對不對 不是因為現在 現在很流行就是大賽的 對 妳們不是為了遮掩 也可以合動的東西 對 我們要遮掩 對 我們要遮掩 但我們這種體型滿好的啦 就是妳只要穿一點寬鬆 人家看到妳的四肢 人家會覺得說妳非常瘦 天啊 妳那個腿 妳好瘦喔 對 妳現在看也是瘦到爆啊 好瘦 我現在其實就差不多 維持這樣子啦 因為我一次體重大概都是這樣子 然後剛講到鳳凰嘛 我這一次打完九百八之後 我就問我的醫生 我說請問一下 我下一次再打鳳凰什麼時候 他就說 看妳個人的維持跟保養狀態 我想說 個人的維持跟保養狀態 那如果說 我十個月後又要來打 那就代表我保養不好了是不是 看妳的體質啦 對 又變體質了 對 體質 不知道因為 請問保養是什麼意思 可能妳平常的作息 生活的作息 譬如常熬夜啊 或喝酒 或是妳有沒有在運動 有沒有比較養生 都會影響妳的情況 那如果我們這些都已經 又運動 又炒吃 又養生 那我們幹嘛還去整形啊 一定是本身就漂亮啊 還是要靠一下那個鳳凰 去加熱一下妳的皮膚 讓它長一點膠軟 而且保養品也有影響對不對 他說做這種美容療程之後的 保養品很有關係 是嗎 然後我就想說 那既然這樣 你知道打一次鳳凰也要十幾萬吧 那妳當然希望 妳當然希望妳的那個 時間撐得比較久 誰會想要十個月 又去花十幾萬 那我就想說好吧 我周邊這麼多朋友都在做美容療程 我就問一下他們 妳們每次做完美容療程 妳們之後是怎麼樣保養皮膚的 然後我那個朋友就馬上請啦啦 就送來的這一罐給我 啦啦送來的 妳說徐家瑩喔 我看你那麼好喔 徐家瑩 徐家瑩 我跟你講不要小看他喔 他可是在那個保養品界 有愛馬仕之稱 然後我那姐妹就說 他其實這也是他一個 皮膚科的朋友介紹給他 他說他們突然 皮膚科的醫生 不大會去介紹給客人這種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有時候 你如果拉得越長去 他當然賺的錢就比較慢嘛 對啊 妳懂嗎 所以他說真的是因為好朋友 他才介紹 他說這一個 為什麼這麼厲害 他說這裡面有兩種成分 它沒有兩種成分 第一個成分就是叫 EGF這個成分 它可是得過大獎 妳知道得過什麼獎嗎 什麼獎 科研大獎 科技研究 科技研究大獎 而且這個成分 它不但可以修復 它還能可以修補 你知道我要講一下 像我們的皮膚 就像一個網子 網子是不是有緊緻 那你網子的洞越大 其實網子是不是就越鬆 但它這個EGF的成分 它可以讓你的那個網子 那個洞變密緊 就緊起來 當你變密集的時候 你的網子相對 它就會變得比較牢 那就跟我們的皮膚一樣 我們皮膚如果變得比較緊實 比較牢固的時候 其實你自然而然 你的光澤度就有 對 大家都可以塗在手上 然後聞一下它的味道 其實它味道真的很舒服 就是一個很草本的香味 對 很舒服的一個 是大的感覺 那這是什麼膚質都能使用嗎 我跟你講 因為它裡面的成分 就是沒有香精 沒有色素 什麼有害的物質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就是 每一個肌膚都可以使用 包括像我們這種容易敏感 然後你知道有時候 好香喔 你做完那種美容涼茶 你後面的灼熱感 其實你擦下去之後 它是會涼涼的 涼涼的 對 然後我現在很換 我現在要來做一件那個 我現在要卸妝 卸 為什麼要這麼衝動 卸卸嗎 卸卸 對 我要讓你們知道一下 五十歲 五十歲的皮膚 他剛才那個笑聲感覺好 五十歲喔 不要這樣 我們同一個出道的年代 妳是前輩多一點吧 前妳一年而已 不可能 真的啊 妳幾年 我不記得 妳看妳就不想講 然後我現在已經卸完了嘛對不對 然後我現在用這一個 然後我教大家喔 好 就是妳擦上去的時候 妳不要覺得好像就是把它 一般人很懶 妳就是抹上去 好像就妳就沒有在管事了對不對 沒有 妳一定要配合一些那個手勢 擦上去之後 然後 塗完之後 妳講 像我個人會用這個 紙巾 對 這樣 推 我也很喜歡這樣子 其實這樣很舒服 然後這樣 我現在都是一邊看韓劇 就一邊在猛嚕 對 對 我跟你講妳不要認為妳有用喔 真的有用 絕對有用 而且妳知道像我們這種 皮膚妳有瘦真的做完療程 妳不好好維持 它真的很快 醫生對不對 對 它其實真的很快 對 因為三十歲做鳳凰 跟五十歲做鳳凰 那一定是有差別的 真的 那就變成妳定性引力往下 妳勢必叫往上推 還Hate地心引力 對 妳就看電視的時候這樣推 我跟你講 等一下妳會發現很可怕 蛤 會怎麼樣 不會是這邊是很崩吧 鹿的那邊 好 我現在只是稍微推一下 我推不到三分鐘吧 推不到 妳看推完之後 這邊好崩喔 這真的很明顯耶 對 它就是有輕微的往上 妳有沒有發現 有 而且妳知道像我們這個年紀 妳這邊最怕就是 妳這邊嘴邊肉 嘴邊肉 妳現在嘴邊肉很可怕 因為妳嘴邊肉一多 嘴邊肉很好吃 可是長在臉上真的很可惡 而且嘴邊肉多 會出現木偶紋喔 Yeah 對不對 所以我就會常常這樣子推 我也是 對 然後我就會發現 推完之後 其實我可以請大家摸一下 我的皮膚 我現在是完全素顏 好像蛋喔 很光滑 很像 豐富的 而且蛋喔 而且蛋喔 沒有光滑 而且妳說 水土蛋 對 一般還沒有打破 但我沒有摸起來也 還是被臉出掉 但是它是有大水土蛋 它是有東西的 而且我覺得很透亮耶 對 就是整個 妳看現在卸完裝 完全沒有任何東西 其實以我們的年紀 它這樣子真的算是很亮的 很亮啊 對 而且感覺 左邊直接往上的感覺 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 妳不要認為好像妳花了錢 妳接下來的時間 妳就完全不用理它 我跟你講 美容療程之後的 那一長串時間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醫生所謂的保養 就是指這種保養 對 那它除了當那個EGF之外 它還有另外一個很厲害的 就是 專利自由分的這個成分 而且這個成分也登過 我們的美國國際的期刊 所以我覺得它這兩個成分 其實真的算是很厲害 那像我們這種很多 做過美容療程的人 我覺得妳真的就是要 也是省錢的第一步吧 因為妳隔了越久的時間 譬如說醫生跟我說 如果維持好 我下次可能只要600發 我600發可能只要打這邊就好了 我就省掉了300發了 又省痛了 那如果說原本八個月 要去打一次鳳凰的話 我現在延到一年半去打 這也是省錢的 差很多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東西真的是就 非常適合給一些 有做過美容療程的一些 沒做過的人也可以用吧 沒做過的也可以用 像我們這種皮膚敏感的人 因為它是不含香精 不含酒精 沒有任何不好的成分 所以如果說 你本身皮膚是敏感的 也非常適合這一關 謝謝 很棒耶 這樣我想問一下 有什麼問題都很 感覺很香了 不是 妳從那邊揭露回來 會有一個 我要想要怎麼樣比較合理 你自然一點 對了 像是剛剛那麼多人 做了這麼多保養的療程 可能是不管是心路性 還是肥心路性 有沒有什麼是 醫療上面的小陷阱 是大家要注意的 可能第一個就是 在挑選醫生 還挑選診所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 因為有些診所 可能會提一些無罩醫師 來施打一些療程 所以你那個眼睛變金釋塔 可能就是無罩醫生 沒有 你去關了 沒有啊 他現在已經去關了 就是好像滿多糾紛的 真的 真的被關了嗎 是真的關啊 對 開玩笑耶 對啊 而且我跟你說 因為我剛好鼻子也失敗過 鼻子也錯過五次 然後我肋骨隆鼻的時候 那個醫生沒經過 我同意把沒用完的肋骨 放回去我的 蛤 肋骨 然後導致我這邊都突出的 還可以這樣放回去 導致這邊都突突 然後我起來跟他講這件事情 他跟我說 你再給我兩萬 我幫你拿出來 肋骨 肋骨可以這樣隨便 靜靜出出了 不用再把它對回去嗎 所以他現在正在進去 背關嗎 真的在那邊勒索耶 我該啊 這趁人家麻醉 然後開刀的時候 突然放個馬克比進去 妳說妳要拿出來嗎 不會 對 觀眾小花招 就是這種 所以可以放很多東西進去耶 隨便放 可是妳是妳做過這麼多項目 妳有沒有一些就是 妳自己遇到 比如說 因為以前我相信 大家預算沒有那麼足的時候 就是 會 因為 或是現在很多人有什麼 誤會啊什麼什麼 有有有 因為以前那時候有一個醫生 他就主動 透過我朋友跟我說 就是他 他相信他可以 醫好我的眼睛 他就叫我去 然後說什麼本來八萬塊 只要兩萬塊 然後到時候我幫他發文就可以了 結果後來我就去 就是那個閃電的那一位 蛤 對 然後他的補救方式就是跟我說 我再幫妳用一次 後來我又頭殼撞到 再給他免費用一次 然後 又更糟糕了 就是閃電完之後 妳又再一頭找那個醫生 然後閃電完之後 然後是變成這邊整個是 八萬塊 就是各種各樣的 不一樣的窘境這樣子 反正眼睛都是失敗的 辛苦 我之前有看他的那個社群網站 然後我記得妳有說 妳那時候沒辦法睡覺 因為他的眼皮被切太多了 對 所以我沒辦法閉眼睛 是啊 我現在 我現在睡覺都要戴眼罩 就是因為 現在 對 對 一直都要戴 妳是說妳眼睛 沒辦法完整閉起來 但是我沒辦法玩 玩狼人殺 因為我眼睛閉不起 妳會作弊 妳會有作弊的嫌疑 天黑醒閉眼 然後醫師是沒有閉眼的 為什麼不能玩狼人殺 妳這樣女生缺手很多耶 很難過啊 對啊 沒辦法去上節目 妳會記得我看一下 妳試著閉眼看看 就是要很用力閉 但是其實妳現在看到 是我很用力閉 但是睡覺的時候 會完全放鬆 如果我睡覺放鬆 可能就會這樣 就是有一點縫是不是 對 好 醫生還要提醒大家什麼 就是譬如說 不要因為價錢很便宜就去 或者是朋友 應該要在醫生 醫生上面怎麼選啊 因為我們怎麼知道 那醫生到底醫術高不高明 如果沒有試過的話 是啊 我覺得可能第一個 看他的認證數 然後他的案例數 對 然後還有比如說他有沒有什麼 美感吧 對 美感 其實美感是滿甜生的 很重要 對啊 那有時候 還要看每個客人 每個客人他評估他的狀況 那所以有些客人會覺得說 我可能需要打下巴 但他其實不一定需要 那還是要現場醫生做評估 才是重點 所以醫生你現在會不會看到 女生的臉就會覺得說 他應該下巴再長一點 然後他應該比如說眼睛怎麼樣 怎麼樣 其實會 會變成一種職業病 那你這樣會不會很難交到女朋友啊 就一直用不夠完美 不夠完美 不會 OK OK 我覺得就是現在這個 你這個手每次都來得 在很奇怪的時間 你聊得差不多了啊 我覺得OK啊 因為我覺得身邊 本來就很多人喜歡去為診 或是做一點點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最重要的是 自己看得開心 對 那其他人怎麼講呢 都不重要 因為你有自信 就是最好的事情 但是還是要適可而止 對吧 好 那就這樣囉 祝大家身體健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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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來訂閱小姐夫息地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